第二十四集 打开房门 几人先后进门 李清水 胖子和朱林 三人满头大汗地 把三个编织袋 给放到房间的一角 胖子 把那两桶福尔玛林 放到一边 跟我出去找几个铁桶去 不能耽误时间了 东西越放越不好处理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李清水拽着胖子走了出去 片刻之后 两人先后回来四趟 每趟回来 他们都抱着一个 装着水的均绿色的大铁桶 四趟下来 两人在窗边 码了一整排的均绿的大桶 随后李清水给其中三桶中 注入了均量的福尔玛林液 让他们和里面的水 混合在一起 这福尔玛林是40%甲醛溶液 浓度太高了 即便是现在的我们 也承受不了的 我稀释一下 一边往水桶中注射溶液 李清水一边给几人 解释着自己的意图 而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把三个编织袋拆开 把里面分割好的大肉块 倒进了福尔玛林溶液中 这是什么 看到李清水拆开编织袋 在一旁一直没说话 冷眼旁观的小勇的母亲 再也不能保持淡定 虚弱的他立刻从床铺上站起来 指着李清水叫道 这是肉 你们有肉 叫什么叫 胖子听到小勇母亲的话 赶忙冲了过去 在这非常的时期 他可不敢让别人知道 他们有肉吃 不然这个消息刚传出不到五分钟 整栋宿舍楼的人都能涌过来 小勇的母亲看着倒肉的李清水 眼中冒出了绿光 你们竟然有肉 这么多肉 怪不得你们这些天 一个人都没死啊 就连那个那么小的小姑娘 都没死 原来你们有肉吃 我们有肉吃关你大事 少跟他叫我 胖子听到这老女人还在这叫 心中烦躁之下 脸上的横肉 经不住拧成了一团 而也就在这时 房间再次被人打开 老女人剩下的那个 唯一的儿子小勇走了过来 手中还拎着一截 相对白嫩的树根 很显然 这就是他今天找来的食粮 小勇一进来 就看到胖子在和他妈对峙着 马上站在自己这边 怎么回事 他们有肉 有很多肉 有肉 老女人看到儿子回来 胆气更壮了几分 他指着李清水手边的铁筒 重复道 小勇瞥眼看去 果然在那里看到成筒成筒的肉食 随后他就和他的母亲一样 眼睛发出了绿光 撂下手中的树根 他就想上前一探究竟 可是没走两步 就被仍旧一身骄糊的刘畅挡在那里 拎着军弩 刘畅虽然受了伤 但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较劲的 他站在那里 裸露着胸前猙獰的血肉 吓得小勇赶忙止住了脚步 我们是有肉 但是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好歹也是一个宿舍的 咱开封不是有句俗语吗 还见面分一半 见着有份 你如果不分给我们 你们也别想吃 我浑身弄成这样 瘦得脸花了一半才弄到这些东西 我用命换来的 凭什么概念 那我不管 反正你不给我吃 你也别想吃 你不给我们吃 我就立刻喊人过来 我相信我这一嗓子下去 别说这整栋宿舍的 就连隔壁楼的人都能涌过来 你信不信 说着话 小勇的母亲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不信你试试 看着小勇母亲的姿势 刘畅握着军弩的食指颤抖式地动了几下 而胖子也慢慢地把身子堵到了门口 怎么着 你们还想动粗啊 看到刘畅和胖子的动作 小勇母亲彻底露出了市井泼腹的神色 昂着头说道 军队在前些天的死亡时期出台的临时管理条例 你们应该很清楚 为了防止暴动 军方可是严禁市民争斗的 只要市民起了武力冲突 军方可是没那么多闲工夫和人员去充当法官 冲突不论是规模大小 冲突的双方无论对错都要被驱逐出军营大院的 到时候出了这院子想必结果你也很清楚 到时候连个睡觉的地儿都没有 晚上啊指不定就被什么怪物从地下钻出来就弄死了 就像你儿子一样 你 正在长篇大论的小勇的母亲立刻被噎得接不了话茶 气氛一时陷入到僵硬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装完肉的李清水从窗边慢慢地走了过来 你也别吵了 肉可以给你们吃 但是你们必须要遵守两点规定 李清水慢慢地走到门口 站在小勇母亲的面前说 就两点 第一 不许把肉的事情跟任何人说 当然这点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做到 因为你们告诉别人了 我们没得吃 你们也吃不到 我要说的关键是第二点 吃肉的时候 你们要吃生的 不要尝试去烤它或者煮它 我们宿舍小 烧肉的味道太重了 吃熟肉隔壁的肯定能闻到 所以我们都要吃生肉 这两点你们能做到吗 能 肯定能 我每一句话都不说 听到有肉吃 小勇的母亲和小勇对视一眼 眼中琪琪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随后默契地回到自己床铺那里 一声不吭地表示 自己真的不会再多说一句话了 看到他们母子不再说话 李清水走到刘畅背后 拉了拉他说道 走 我们出去一趟 打开门 两人走到远处的楼梯口 刘畅和李清水先后坐到楼梯口的台阶上 刘畅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真的准备把肉分给他们吃 那青蛙的酸液没烧着你的脑子吧 没有 那我也没有 李清水看着刘畅的眼神变化了一下 目光中传递出一丝决绝 你 看着李清水的眼睛 刘畅愣了一下 随后仿佛看明白了什么 这才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什么时候动手 晚上吧 夜深人静 方便动手 军方那边怎么处理 我就是因为顾忌军方的影响 刚才答应给他们肉食的 军队现在对民众武力冲突很敏感 他们怕暴动 怕武力冲突会给民心带来不好的影响 因为狂暴这种负面情绪 真的是会传染的 李清水说着话 从兜里掏出了一根自己卷的香烟 点燃之后抽了一口 继续说道 不过虽然军方注意的是民众影响 但也仅仅是注意民众影响了 至于在不造成影响的前提下 凭空消失了个把人 这却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 晚上做事干净利落 凭你的本事 杀他们太简单了 李清水说着话 把那抽了半截的香烟递给刘畅 你尝一尝 我自己做的 卷的是外面的一种奇特植物的树叶 味道很好 还有减压的效果 接过李清水的香烟 刘畅试着抽了一口 果然满鼻子的清香的味道 能下得去手吗 你应该是第一次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吧 看到刘畅不出声地抽着香烟 李清水慢慢地开导着他 杀人总归来说是一件不太让人爽快的事情 但是对于流氓和无赖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扔米恩斗米仇的人太多了 就算今天我们给了他们肉 但是等到我们自己也不够吃 分不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仍旧是保不住秘密的 更何况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肉吃呢 这些肉还有泡肉的东西 我们是怎么得到的 你全身烧伤 肾衰竭一次 我和小女孩被柳树抓住 九死一生一次 三个人三条命换来的东西 她凭什么就能做地吃白食 这些肉可不仅仅是肉 是我们三个人的命 我不会平白无故地分给任何人 说我自私也好 什么也罢 没有付出 就不要奢望回报 既然他们敢当流氓耍无赖 就要承受得起 当流氓耍无赖会带来的后果 我懂 谢谢你 你说这些话 就是想让我良心上安生些 下手的时候利落些 我懂 刘畅苦笑着抽完最后一口 那自己卷的香烟 直到燃烧的烟屁股 快烧到嘴唇的时候 才把那剩下的一截吐到地上 说点别的吧 那柳树的事情我听说了 但是小婧毕竟还是太小 说得有点不清楚 我想听听关于她的事 一个超级生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个生命的突变进化速度 明显快于其他物种 属于个例 说到柳树 李清水的背部又不自然地弯曲起来 她能控制人的大脑 读取人类的记忆和知识 甚至能串联和沟通 不同大脑之间的功能 只是自己还没有拥有自主智慧 不过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了 想必离拥有自主智慧也不太遥远了 人类经历了多少年才拥有自主智慧 可仅仅十几天的时间 就被别的物种掠夺了 真是悲哀啊 你说这个世界上 会有多少这样的个例呢 刘畅听到李清水对柳树的评价 心中也是有些压抑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问道 唉 世界那么大 开封只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 在这里都能出现柳树那样的超级生命的话 那其他地方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地告诉你 这样的超级生命绝对不会很多 我们只是凑巧碰见罢了 想想就算其他地方出现超级生命了 但是那超级生命 真的就会凑巧进化出 如同柳树那样的占有人类大脑的这种功能吗 那棵柳树如果不是凑巧拥有了这种能力 会去想到进化智慧吗 如果它没有智慧 它仅仅是一个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个体物种罢了 对人类的存在 毫无威胁 一切都太凑巧了 所以 它就算在超级生命中 也是个例中的个例了 李清水说着话 就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 超级生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会不会有 但是这种树 绝对不会再有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这才仅仅十几天的时间 世界那么大 海洋那么深 你能保证其他地方 不会出现这种个例中的个例 而且 就算现在没有 你能保证以后就没有 要知道 现在才仅仅十几天 全球进化 一切皆有可能 刘畅说完这句话 从台阶上站起身 随后伸出手 也把李清水拉起来 我们回去吧 这种事情想多了伤脑子 而且这种事想多了 对事情本身也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只能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吧 李清水从地上站起来 和刘畅走进走廊 回到了宿舍 宿舍之中 小永母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吃肉了 看到刘畅两人回来 两人就从床铺上站起来 我们开始吃吧 肉放久了 就不好吃了 好 快吃吧 李清水看了两人一眼 面无表情地继续交代着 我让你们保证的东西 可不能忘啊 放心吧 不会忘 我们守口如瓶 你们真准备给他吃啊 胖子看到刘畅回来以后 两人仍旧没有改变主意 有些急了 这都是你们用命换回来的 真准备让他们吃吗 算了 都是一个宿舍的 以后还有相互帮衬的地方 刘畅走上前去 拍了拍胖子的肩膀 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不过肉是你们弄来的 我没有发音权 你们要只想让他们吃 就让他们吃吧 唉 刘畅叹了口气 用怪异的眼神 看了小勇母子一眼 发现自己在决定杀他们之后 他们竟是看着 不是那么的碍眼了 他招呼两人一下 咧开嘴露出一个 无奈的笑容 说道 来一起吃吧 就是嘛 还是这位小兄弟名是礼 听到刘畅的话 小勇的母亲又露出了那种 泼妇骂街胜利后的得意眼神 他拉着儿子从床上站起来 看着胖子说道 多大点事儿 以后都是一个宿舍的啊 不就应该互相帮助吗 这会儿在这儿说好听话了 早干嘛去了 住这儿这么多天 除了见你故意找事之外 还真没见你帮过我们 你以后也少跟我说话 我不惜地打理你 胖子扭过头去 他的态度自然也招致了那一对母子的不满 不过刘畅也适时地打断了这尴尬的气氛 刘畅坐在自己床铺上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小勁 去把门锁上 小女孩乖巧地点了点头 把宿舍的插销给插到门栓上 而李清水也在一边 默默地把泡着福尔玛林的挖肉 从桶里拿出来 放到那个放着清水的桶里 用力地刷洗了一遍 尽量稀释那些福尔玛林的残鱼之后 递给了一人一份挖肉 接到手肉食之后 那对母子的不满立刻烟消云散 不再说话 低头狂啃起了这些鲜嫩的物事 而刘畅也拿起手中的肉 开始啃食起来 生肉这是他这辈子以来第一次吃 味道不算很差 口感比熟肉还筋道一些 虽然肉上有福尔玛林那种刺鼻的气味 但是再怎么差 也比他住进来第一天时吃到的 史味浓汤也好上数倍 而且看那对母子饕贴一般的吃相 刘畅也能判断出 这肉同样比树根要好吃数倍 不过不知道是因为烧伤还是什么原因 今天他倒是没什么食欲 手中的一块肉仅仅吃掉了半份 他就感觉吃不下了 把吃剩的肉重新泡回到福尔玛林 刘畅坐在床上愣愣地看着空气 眼神没有聚焦 刘畅别过脸去 不再看那些吃肉的人们 可是耳侧还是能听到那对母子的声音 我们得吃完了 还有吗 吃吃吃 你们都吃一斤多了 还要吃 让他们吃吧 应该饿很多天了 吃顿饱的也不容易 最后是李清水的声音 他的话音落后 就是在水缸里捞肉的声响 这些声音让流畅的思绪有些烦乱 随后胖子刚才说的那句 他没在意的话 不知怎的再次蹦入他的脑海 他突然想到 那个同宿舍的女子医生也在这里 所以他又转过头 去看到那个木讷的身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